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给大家说声谢谢 因为像我这样的做自媒体的颜值一般 然后口才真的是属于平均线以下的 我的口头表达能力 我这种老天爷不赏饭吃的自媒体人 很大程度上能够坚持下去 是因为观众朋友们的理解 包容支持才能够让我坚持做下去 所以我今天想做这么一期主题 就是关于我前两天还做了几期 关于听床不听床的节目 咱们马上细说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也不是故事 见闻 我在这边的见闻 就是说人都离不开吃饭 这边有一些什么餐馆 川外的餐馆 还有崇敬小面 还有些什么其他的风味的餐厅 包括韩国菜日本菜 我去这些饭店去吃饭的时候 慢慢就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说这些饭店为了打开本地的西方人的市场 你不管说是卖酸辣粉的 卖重庆小面的 还是做拉面的 还是什么火锅 火锅还好一点 像炒菜 包括日餐寒餐都已经是在口味层面 在做料这一块逐渐的去做的 去符合西班牙人的口味 开头我先讲这么一个例子 事情做菜分两种 一种是家常菜 家常菜是人人都能够吃的菜 还有一种菜是私房菜 就是认为这道菜 它是按照我的初心 按照我的配方做的菜 这叫私房菜 为什么讲家常菜跟私房菜 咱们马上就能够聊到 先挖一个小坑 我这两天我不是做了几个关于中南海听床类的节目吗 观感量还很高 然后这边我就有点感觉五味杂陈 我发这么一个推我做了几期中南海听床的标题 结果观感量增加40% 油管还让我再接再厉 我这世界太魔幻了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站着把钱赚了 这是我后台的截图 大家能看到 就是说请再接再厉 您近期发布的视频 观看量比平时多了40% 还让我再接再厉 你看这个标题 我的天呐 唐科又进北京了 军队政变了 微空中南海了 你看前37分钟观看量排第一位 就是说每10个节目 他作为一个排行排到第一位 我就真的是五位杂陈 我为什么我真的不想去做这种标题的节目 这有为我的初心 然后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推码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鞭策我几句 但是非常出乎我意料的 这几十个留言 这么多留言里边几乎就没有骂我了 几乎就没有骂我了 我认为可能还会有人来损我几句骂我几句 但是没有人骂我 这五六十个留言没有骂我的 很多人还鼓励我 很多人还鼓励我 你就这样做 我都理解 你就这样去做 为什么这么这些朋友他们鼓励我去做 包括就是油管视频留言区骂我也很少 为什么 前段时间关于俄乌这一块 我发表了一些我的观点 就是说我一定要做我的私房菜出来 就是说我是怎么去看待 知道这些食材的 这些食材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做成最美味的 这个食物 按照我自己的私人的私房菜 也就是说我自己脑子里想什么 我就去上去做了 结果三月份粉丝掉了3000 然后损失的观看量应该是20万左右的观看量 那一个月损失20万负责观看量 这就说明很多人不喜欢吃我做的私房菜 所以说我开了个小频道公民小黑 我在小频道里面聊一些我真正想说的话 就是我的私房菜都在那边了 小频道你喜欢吃这道菜的留下 不喜欢吃这道菜的就可以不用去关注 这个大频道我继续的去聊 去做家常菜 家常菜有时候也难免的会做一些标题党 也难免的会做一些听床 但是我也说了 我只要我但凡做听床类的节目 我要么我就是说开头就埋伏笔 真相重点在5分钟之后 前5分钟你可以不看 就是说那些什么造谣传谣假消息的内容 你可以不看 你可以看5分钟以后 这是一种这种手法 还有一种手法 我开篇我就点题 这是一期娱乐节目 这是一期娱乐节目 如果说你时间很忙 你不用看 这是我对于听床类的这种标题 我开篇 我在30秒之内我就要告诉你 不要高潮也不要兴奋 也不要觉得就是说这个节目真的像北京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你不要报这么高的预期 但是就是说我认为会收到一些不好的反馈 实际上网友对我真的是包容 我都纳闷了 我做听床的节目居然没几个人骂我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这还是爱的宽容 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爱的宽容 我都很郁闷了 然后我就再问大家 然后大家就是说有一个有几个说的是特别特别好的 有一个说是傻夫太多 这位叫青蛙瓷归来的朋友 他这么说的 他们都靠打击血而活着 你骂少了就是五毛大外宣 说别人好转口 你钱不转白不转 他怪不得看你话方便了 他也完全没有指责我的意思 就好像人与人之间 这留言的几十位朋友好像都有了见面之情一样 就觉得你老黑你太不容易了 你想说点真话实话 结果你这个流量被砍了一大半下去 然后我做青床类的节目 他们反而非常的包容我 然后我这么一看 我心里就暖洋洋的知道吗 但是别人的钱的观众 就是说我不骗他们 我真的不骗他们 我标题起的再惊悚 我起的再夸张 我开篇三十秒之内 我肯定我得把话跟你说明白了 这是什么性质的节目 我是不想骗人的 我也没有骗人的智商 我也骗不了人 我卖会员我也卖不了几个 就是这张脸卖不上钱 我是自己有自知之明的 还有就是说有一位朋友 他是怎么提的 这一话说的特别好 他说什么 这一找 就是反讽类听床 反讽类听床 我打了这个 对这里 他说真想不到理解的人这么多 说老黑要维持风骨 就用反讽的口味听床 这句话算是把我心里的疙瘩给解开了 真的是解开了 反讽听床 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四个字 反讽听床 以后关于听床类的节目标题我会起 但是我是反讽听床 明白吧 就是说有我他会推荐这种 这种听床类的节目 但是我开篇集证明 我要告诉大家 我是反讽 以前写公众号的时候 写文章的时候 就是大部分 也不是说大部分 三天两头就反讽 动不动 习主席万岁 中国强大了我的国之类的 这样的标题打出来 但是内容 我就要不断不断的去做一些隐喻 暗语寒沙摄影 让别人觉得我起这样的标题是有苦衷的 这位网友 他说了一个反讽听床 真的是解开我心里的疙瘩了 那么聊到这里 再聊一聊网络上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娱乐环境 我之前我说二次觉醒论 这应该油管里面 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原创 可能就是类负的这种观念 或者说是这种理论油 但是我好像是稍微提了一下 稍微去捋了一下二次觉醒论 然后我也不止一副的说 人翻墙到国外 有墙外墙有坑外坑 这个真的要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说之前国内什么日人民帽 CCAV墙内所有的网 是吧 这是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蛋糕 这里有十几亿人 十几亿人的大蛋糕 新闻联播每天覆盖 那么多人 有很多人的腻了 往墙外跑 就是突破这么一个长城防火墙 到了墙外的人大概有多少 大概就有5000万人左右 5000万华人左右 但是这5000万人里面 愿意去看这些其他的这些 普世价值三权分力 可能也只有占到多少 5%还是10% 500万 200万 200万了不得了 就是说这翻墙出来的 这就是能够在海外获取信息的 在这5000万人里边 真正关心普世价值的人 也只有200万 只有200万左右 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那些网络大V 你们都知道名的 订阅四五十万以上的 那几个少数的四五个人 其实争夺的就是这200万的蛋糕 真的不看完 就争夺这200万的蛋糕 但是这200万人 普世价值的到墙外遇到哪些 按摩师的群体 骗流量的自媒体 还有大外宣媒体 还有洗脑的媒体 这就是非常多了 大外宣跟洗脑的咱们就不说了 就是说其他的一些 动不动像历史我说的中南海政变了 习近平又让位了 动不动 还有些其他的我的天 我的娘不得了了 这真的是属于是骗流量的自媒体 像那些像那些什么 中共要倒塌内斗了 这是按摩师自媒体 就是这200万有这么经历过一次觉醒的 普世价值到到了墙外之后 大部分是被这两个所收割了 骗流量的自媒体跟按摩师自媒体 被他们所收割了 然后你要是再去看那些其他的英文类的信息 我昨天我不是做节目说吗 说我日那些什么BBC了 CNN了 是吧 什么VLOA了 什么路透社了 我日他们的母亲节 我问我他们的母亲 就是这些包括脸书推特这些 他们就成为了另外一道防火墙 又成为一道防火墙 然后包就是说我在做俄乌的话题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说一些川普的声音 你比方说川普如何去看待普京 川普如何去评价俄乌 比方说正义的声音 谁干了好事 谁干了坏事 这里有正义的声音 有真相的声音 顿巴斯过去8年发生了什么 还有真实的声音 在现在顿巴斯战场上 每天都出现什么事情 我在聊这几个声音的时候 一大群人给我去扣五毛大学圈的帽子 太痛苦了 这里别人不是说了吗 这位青瓜死鬼来的朋友说 说他们说我说一些真正的声音 川普真实真相的声音 就被扣成了是大半圈 五毛大半圈 所以说大频道从现在开始 我永远我不会再聊国际的话题 永远我不会再聊国际的话题 但是这也并不是说 我就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我干嘛 我就是聊国内的话题 共产党确实坏 共产党确实欠骂 对吧 这没问题 我我就是说以我的这种能力 不管说是看历史也好 还是看当下也好 他做了哪些坏事 我就骂 我变成发骂 我不再当字的骂 对不对 就是从感情上来说 我没有去违背自己的初心 但是我还是把我心里真实想法给说出来了 骂共产党本来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 解压的一种方式 没问题 跟大家是有交集的对不对 然后相对于那些听床类的这种给带流量的话题 我就是反讽听床 有什么问题 是吧 既然大家都爱听床 我先把你拽我来 我再告诉你听床有为健康 是吧 就是好比别人都喜欢看那种爱情动作片的小电影 我可以给你一个暗示 你进来之后 我再告诉你 这种事情做多了 对身体不好 明白 我这也是用心良苦 我这也是站着把钱赚了 今天做这期节目 就是说给大家聊这么一个说心里话 这么一节目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